其實是同一套邏輯 同一套理論 是… 我記得當時 有人批評過馬英九說 你對台灣民主運動有什麼貢獻 馬英九說有啊 我當學生的時候 參加過保調運動 這個就是他認為 他對台灣民主的貢獻 我覺得馬英九這20年來 走來的標準其實只有一個 就是當威權時代的時候 他向當權者靠攏 當民主時代的時候 他向選票靠攏 問題是他向選票靠攏的同時 他是不是真的認同這個民主的制度 我覺得還是有疑問的 他可能只是 用盡了各種手段要騙選票而已 我才有兩張照片 這兩張照片我非常喜歡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強烈的對比 這邊是警察 這邊是去… 這是警察 這是去機場迎接許信良的群眾 請問那當時 馬英九你是站在哪一邊 你是站在警察這邊 還是站在觀眾這邊 現在馬英九你是站在哪一邊 你是站在警察這邊 我不是說警察不好 這是代表當時威權體制的一個國家的公權力跟合法的暴力 這個代表是追求民主的精神 這樣喔 好 沒有大家再看一張照片 那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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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完是人民的管理 那個時代清完都不行 是啊 請願喔 請願就是說我很希望做什麼 這樣我可以來跟你說嗎 這樣而已不行 又可說連集有法都沒有 你想依法申請都不行 他是在戒嚴令 在這裡我們上次有討論過 戒嚴令有三四十個法令 戒嚴令裡面就是一個 請願的相關規定 反正你所有的東西 他就不讓你上街 就是不讓你上街 我現在要說就是說 那個時代 當時代清完不行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上街去清完去遊行 這不是正處來嗎 請問那時的警察 當然這個警察老實說 你剛才說的 那個威權的產物 我們也不能怪這些人 問題 那時清完不行 就能叫他站在這邊 現在白兵總統可以 他站在這邊 我的意思是說 他一直在享受 民主的成果 對 他當時沒有站在民主這邊 現在在享受民主的成果 不是這樣嗎 國民黨一路是被推的 被民主黨這樣 那他為什麼現在不去幫忙 幫人民爭取更多的民主呢 民進黨是一路推 這個浪潮是一路推止的國民黨 後來國民黨才下野 才從法治政權交出來 變成民進黨執政 這一路上 他永遠當然是在國民黨這邊 他40年黨齡 到現在40年黨齡 他一直是站在國民黨這邊 那民進黨的這個 不管自由或民主的潮流 一直往他推推 推到後來發展 所以他的陣營沒有改變 他一直站在國民黨這邊 這邊的對立面是什麼 相對於民進黨他來講 他當然就沒有那麼多民主 民進黨的價值民主進步 這個價值永遠現在看到 我們一定是在民進黨這邊 不會在國民黨這邊 但是你現在來看是 這一場2008選舉 他需不需要把它變成 民主跟威權的 這樣子一個對立的價值 我覺得他比較笨的是 他把這個民主跟威權的這樣價值 通通拿來這2008 其實2008應該要處理 是更嚴肅的其他問題 但是他在我們看到的 這個南華早報上 做的這樣一個言論 他把然後我們在講 兩講證明的時候 他沒有在第一時間好好表態 所以他又把民主跟威權 放成2008大家要對決的那個價值 那他在這裡 當然就是被打的那一塊 我講的邏輯是什麼 就是說那個時候 你在威權的時候 人民的親吻你不見 你站在對立面 結果人們這邊 正在說可以親吻 可以把變 可以安裝 上街遊行 結果你現在在鄉修了 所以你現在鄉修 你應該是站在民主這邊 站在民主這邊有嗎 我們等一下要說公道 他有站在公道這邊嗎 真的有的我補充 真的認為說 你民主進步黨跟國民黨在對決 我一直在說不是 如果你 馬英軍如果這樣想到 你的事會比較疼 那是台灣 民主進步黨 也是台灣人民把它撒出來 你的情願跟民主進步黨去情願 那是人民的需要 為什麼我要情願 我有煙驅 我不能伸穴 我需要這樣子做 民主進步黨 不過是代表人民 一個聲音出去我來而已 你跟一件為止 馬英軍如果觀念還是這樣 他真的會輸得很慘 台灣的民意一直在往前走 你還在想說 我是跟民主進步黨在競爭 我只要把民主民意打垮 我就會執政 那民意絕對不會站在你這一邊 是 馬英軍有民主嗎 我們今天就說馬英軍 他的態度是民主的嗎 他有涵揚嗎 來 我們再看這段 這是1990年7月5號的聯合部 蔡惠勇對他的專訪 蔡惠勇你知道嗎 蔡惠勇 好 來 聯合部的一個很資深記者 後來離開聯合報 去民眾日報當過社長 好 蔡惠勇專訪馬英九 馬英九說公民選舉總統 幾層抗爭焦點 問題可能出在程序 其實公民 國民有什麼不同 我現在先不要